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现役韩国语球第一女单球员安喜盈 安喜盈身高170公分 在女单项目的众多选手中不算高挑,属于中规中矩 但是却有雄厚的实力与技术 让她能成为现今当之无愧的球后 而她的年龄也才不过22岁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安喜盈也是世界语连巡回赛历史上最年轻的 超低戏表赎,超低线赛,在韩年中总决赛冠军 在打法方面,安喜盈采用了韩国传统的羽球模式 擅长运用拉掉的技法,在多拍箱词下打得很有耐心 促使对手产生失误 进攻能力方面,从步伐、杀球和稳定性 随着逐年的进步,整体水平均有所增长 在场上,她展现出出色的爆发力 丰富的假动作,卓越的平衡能力以及具有破坏力的机球 也慢慢成为了女单赛场上恐怖的统治力 还有就是她快速的步伐,同时也让她有着稳健的防守能力 能迅速地防下对手的进攻 她的实力可以说是非常强大 尤其是在近几年随着各项技术打法的完善和比赛经验的积累 是会让对手难以对付的球员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影片 一起来深入探讨她的羽球故事 安喜盈出生于2002年2月5日 在韩国光州的广域市出生 她出生于运动四家 父亲是一名拳击运动员 母亲则是一名体操运动员 所以从小就有着父母遗传的强大运动基因 但是她没有往拳击和体操的方面发展 选择了羽毛球 在2017年的时候 年仅15岁的安喜盈就成为了韩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员 创造了历史 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学生球员入选韩国国家队 2017年7月 安喜盈代表韩国队参加印尼亚加达举行的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帮助韩国队在混合团体赛业中 不过安喜盈在个人赛事中 她在手轮面对泰国选手 崔温11 22-20 18-21 12-21输掉了比赛 同年10月 她再次代表韩国队参加印尼日乐举行的 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帮助韩国队获得铜牌 在女单的个人赛事中 安喜盈在32强时再次遇到泰国的崔温 最终在立平三局后 没人抱回前几个月在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输给对手的仇 她以20-22 21-9 20-22西拜再次输给了这位泰国的对手 虽然说安喜盈在出登场的这些大赛个人赛上表现得不是很好 早早就被淘汰出局 但是当时的她也才15岁 所以不能太早断定她的球技上限 2018年 安喜盈跟随韩国女子团体参加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 韩国队最终获得了季军 接着在4月份 安喜盈参加了大阪国际挑战赛 这是她首次亮相成年组国际赛 她在首轮也2比1战胜日本选手人平蔡月 但在赤轮中不敌另一名在主场作战的日本选手重景游西乃 她在成年组国际赛的首秀差强人意 使得她在一开始的表现也不让人看好 但是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安喜盈正在年纪新 有时间慢慢的消化 反正她当时还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她能从这些败仗中所收获更多的是许多宝贵的经验 然后再从这些失败中学习精进自己自身的羽球技术 为以后的羽球道路奠定基础 接着她跟随韩国女团在接下来举行的游博杯也收获了一枚铜牌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在游博杯半决赛中 安喜盈所在的韩国队一比三不敌日本队无缘决赛 但她在该界游博杯中的表现出色 是占全胜 个人赛方面 她则是在年尾的印尼羽毛球国际挑战赛 和爱尔兰羽毛球公开赛分别收获亚军和冠军 她终于顺利地在爱尔兰羽毛球公开赛决赛上 击败同样来自韩国的队友金家恩 许获个人成年再次的首个冠军 这个冠军也让她增加了不少信心 在更年的5月份 当时的年龄也才17岁的安喜盈参加了 东京奥运积分赛手战的新西兰公开赛 在女单的比赛中 她取得了今年的成绩 下后击败了中国的赛会8号种子陈小新 美国的赛会3号种子张贝文 和日本的赛会7号种子大孤才 最终在决赛中已直入了两局 21比19 21比15的成绩 击败来自中国的仁敦奥运冠军李雪瑞 赢得了她的第一个超级赛冠军 这位17岁的韩国小将 击败了前奥运冠军的却让人难以自信 而且还接连淘汰了多位种子球员 是个含金量十足的冠军宝座 她今年的表现不止如此 在接下来举行的苏迪曼杯比赛中 她替代受伤的前韩国一姐陈词炫 担任1号韩国女单球员出战 并在对阵中华台北的比赛中 成功击败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戴智颖 安喜盈以14比21 21比18 21比16的成绩逆转对手 奥冷击败了戴智颖 为当时落后一份的韩国队 贡献宝贵的一分颁品总比分 尽管在之后对阵泰国的比赛中 安喜盈不敌前世界冠军拉萨洛云丹龙 以两局不敌对手 使得韩国队未能顺利的进入四强 但是她作为这两项比赛中的最大黑马 她在比赛中出色的基本功和防守能力 已经让羽毛球界刮目相看 7月份安喜盈延续她的状态 她作为5号种子参加了加拿大羽毛球公开赛 先后击败日本小将水井敏捷 讨好种子的主场选手李文山 最终在决赛中 赠胜当界来自中国的亚青赛冠军王子怡 赢得了第二个超级赛冠军 8月 她参加秋田羽毛球大四赛 击败日本四星赛同牌的大家夏希 赠胜了自己之前 在青年赛上两次不敌的对手崔瓦恩 以及日本老将林木温子夺得冠军 然后她又在印度High Devil Bar的羽毛球公开赛中闯进决赛 只是可惜她最终以1比2的成绩 输给了新加坡的两家民 10月份 在丹麦羽毛球公开赛中 安喜盈再次引起轰动 先是暴冷击败当界世井赛冠军 然后在巴翔赛中以威武的差距 输给李奥运冠军凯尔莱恩白卫 同月的法国羽毛球公开赛中 安喜盈在巴翔赛中直落两局 击败前印度球后 半决赛中以直落两局战胜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好手三口歉 最终在决赛中以16比21 21比18 21比5逆转比赛 击败在丹麦赛上不敌的对手 来自西班牙的凯拉莱恩白卫 从为国际语言750赛事以上女子单打比赛的第二位非种子选手夺冠 也是世界语言巡迴赛赛事开始后 在高级别赛事中最年轻的女子单打冠军 此外 她也是00后的女单选手中 第一个赢得高级别赛事冠军的选手 安喜盈仍在决胜局中把前奥运冠军打得直让对手拿下5分 这个壮举真的是很少见 简直是把对手打得没比气 她的世界排名也上升至了第11位 过后 主场作战的安喜盈又在韩国羽毛球 大师赛女单决赛中以2比0的成绩战胜队友成词券 夺得赛季第5冠 在年底 安喜盈凭着该年再多项赛事上优异的表现 获选成为了世界语言评选的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 2021年1月 安喜盈参加了因疫情在泰国联办的Unax泰国羽毛球公开赛 抽优大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和世界巡回赛年终 总决赛的赛事 在这三项赛事中 她连续三次进入四强 也使得她的世界排名上升至第8位 7月份 年仅19岁的安喜盈以7号种子的身份参加了东京奥运会 她顺利通过小组赛 并在之后的首轮淘汰赛中 直入两局战胜泰国的不三任晋级 然而在八奖赛中 她以17比21 19比21不抵该项赛事中最终的冠军陈于飞 结束了个人首次参赛奥运之旅 2021年年底 安喜盈参加了英尼大四赛 在决赛中以击败头号种子 日本的三口线 赢得生涯第二座750级别赛冠军 结束了两年的冠军荒 在随后的英尼公开赛中 她再次闯入决赛 并以21比17 22比20击败泰国的拉撒诺 获得生涯第一座超级1000级别赛冠军 实现了连胜夺冠 她也成为世界羽连巡回赛 自开始后 夺得1000级别赛冠军的最年轻选手 接着 安喜盈以5号种子身份参加了 世界羽连世界巡回赛种决赛 小组赛以两胜一负的成绩晋级 在半决赛中 她也2比0的成绩战胜头号种子 来自泰国的XAQA 在决赛中 她也2比0的成绩击败 世锦赛未免冠军 赢得了个人首个年终赛冠军 安喜盈以19岁又10个月的年龄 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年终赛冠军 她连续在三阵巡回赛夺冠 因此她的世界排名也上升至当时最高的第四位 时间转至2022年 安喜盈在该年的全英语战女单决赛中 不敌三口线 获得亚军 但是她在之后参加了游博杯半决赛中 以15比21 21比18 21比18成功力转三口线 帮助韩国队以3比0淘汰日本队晋级决赛 接着在游博杯决赛中 韩国队对上了中国队 安喜盈先胜后衰再度下手局后 被对手连来两局西败给了陈宇飞 但最终韩国队还是以3比2的总成绩战胜中国队 夺得游博杯的冠军 7月份 安喜盈在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女单决赛中 再次面对中国的陈宇飞 可是这次她成功以2比0战胜对手 勇夺冠军 她在8月份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中 只不办决赛获得季军 来到2023年 安喜盈开启了无敌模式 可以说是称霸了女单界 几乎没有什么对手 21岁的安喜盈先后拿下印度公开赛 印尼大师赛 全英公开赛 泰国公开赛 新加坡公开赛 韩国公开赛 日本公开赛 世界锦标赛 中国公开赛以及杭州亚运会女单金牌 一共在2023赛季收获了 个人在女单项目中的10个冠军 这也让她融合了世界羽连年度最佳女运动员 她有尝试过在去年底的年终总决赛中冲击第11冠 但是很遗憾的未能如她所愿 在半决赛败给了戴智颖 尤其是在决胜局19比10领先的情况下惨张逆转 未能追凭前日本男单球王陶田贤斗 在2019年创下的时尚单赛季最多11冠的记录 在她所获得的10冠当中 除了在大赛像世锦赛上首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头衔之外 当她被问到今年最深刻的场面 安喜盈选择了在杭州亚运会夺金的那一刻 安喜盈在早前的亚运会女子团体赛项目 帮助韩国对取的金牌 之后在女单个人赛项目的决赛中 不幸遭遇了又西桑式家具 但她硬是拖着一条受伤的腿 最终还是顽强的以2比1立刻 中国的奥运冠军陈宇飞夺冠 这场象征着奇迹般的胜利 让安喜盈记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之后 29年以来韩国选手再次在亚运会上夺的女单冠军 站上来亚洲之巅 在这场比赛中 安喜盈在第一局18比16的时候 在抵御陈宇飞的进攻时 感到又西附近疼痛接受了治疗 过后因为受到伤势的影响时的脚步移动有些困难 输掉了第二局 但在决胜局中 意志力顽强的她战力竞中奇迹般的恢复了状态 而对手陈宇飞却体力不支 让安喜盈成功顶着伤势拿下比赛 但是这没用拼出来的金牌 却让安喜盈此后经历了不为人知的痛苦 虽然安喜盈在去年取得了14冠军和3次亚军的辉煌成绩 但这些都是在她亚运会受伤之前取得的成绩 她在亚运会过后 经过约5个星期的休息和康复后 在参加的三阵比赛中 都未能延续她的状态打入决赛 尤其是在世界巡回赛总决赛中 领先9分下惨遭对手戴智盈逆转 看起来是还没摆脱伤病的影响 安喜盈在去年底也提到 目前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没完全恢复 只恢复了白管制武10到60左右 她表示现在休战期间就是不着急 逐渐提升自己的状态 当被问到对于竞争激烈的当今女单时 她则表示其中女单F4里的陈玉飞 戴智颖三口签这些选手都在进步 而自己也还有进步的空间 主要的对手就是自己 来到2024年 安喜盈在年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1000赛事中带上上阵 甚至在决赛中的关键时刻要求场边治疗 加强膝盖保护 最后在惊险中拿下胜利 夺下2024年的第一冠 同时也是继续连亚运会膝盖受伤后所获得的首个冠军 但伤势未完全恢复的她 在接下来的印度公开赛八强对阵新加坡的杨家敏时 首局以19比21输球后 第二局0比3落后 因为膝盖疼痛和大腿肌肉受伤而选择了退赛 另外借十分关心她的状况 安喜盈坦言有点担心自己的伤势将会在来临的巴尼奥运会造成影响 她还表示 因为目前能有伤在身 动作不如以前炫术 训练时就会常常思考该怎样击球 她想要一边恢复身体状态 一边比赛一边维持实战的手感 但显然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经历过最好和最差的身体状态 安喜盈要如何提升自研能力背在奥运 成为她今年所面对的最大问题 安喜盈可以说是会非常敬业的球员 虽然身上还有伤 但她曾表示只要能够出现在赛场上 就让她觉得很幸福 所以她选择了幸福 最后 安喜盈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当今球后 现在的当务自己还是先把自己的脚伤养好备战奥运 毕竟奥运会四年一次 错过了就要等多四年 而安喜盈目前的成绩还在女单项目中的统治力 足以让她成为巴尼奥运的夺冠大热门 如果带着伤去打奥运将会影响她在赛场上的发挥 所以希望她能尽快痊愈和找回自己的最佳状态 这样导持奥运女单项目的战况将会更为激烈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精彩的体育运动员的故事 你们的支持将会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